还是应该首先自私一点 就是爱自己一点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最 当然就是对别人也好啊 什么这些也很重要 但如果你没有一个 自私和爱自己的这个前提的话 所有外部的东西 它都是有可能给你或者不给你 只有自己的东西是我 没错 就在这儿 要先爱自己就不自私 就是自爱 但是他有些事离不开男人的合作 你比如说生孩子 对吧 这事我们就缺乏体会 但是就按照刚才列的理由 我发现今天很多女孩 也就是说 结婚真正必要的理由是什么 好像在中国就意味着 就是生孩子总要结婚 生孩子不一定要结婚 这是完全法律问题 对啊 就如果我们国家的法律 比如说 因为现在你刚刚说上户口 对 这是绑在一起 但假如没有这么绑定的话 就不一样 尤其今天中国 你说来看 现在不是要鼓吹声誉吗 今天中国不是说 人口出现危机了吗 可以生二胎了 可以生二胎吗 然后代孕 我觉得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放开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户籍制度 因为这种户籍制度 是逼着大家要生孩子 必先结婚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可能不想结婚 你又不想结婚 但是大家政府或者制造政府 很盼他生孩子 那怎么办 那你只能在法律让步 就非婚生子女 对 想说一样 是 对 那你要说到这个生育 我觉得这专家又在这了 是吧 就是我就说 咱 你又是生育专家 就上次聊过 我知道 咱冻那个卵子的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呢 还活着呢 我男朋友 就是我男朋友 他爸有时候会说 说 你把我孙子冻在冰箱里 他们挺冷的 真的 你尝尝看完他吧 我从来没看过 我看过照片 对 但是我那天看着一个 哪个医学院的那个医生讲啊 说你这种动卵的方式啊 其实将来真正能够成功的 生出一个孩子的概率 15个% 对 也不是特别高 15到20个百分 就15到20 对 15到20 要存好几个吧 15到20是能生还是不能生 能生 能生出来的 所以几率没有很高啊 对 是平均来说15到20 但是也许我就80%呢 也许有的人就0%呢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是要带 就是 是说肚子 还是你自己的肚子吗 将来 不不不 我准备 我是可能要准备代孕的 我不太会自己 找一肚子 天哪 这很正常 我身边很多人这样啊 双胞胎 三胞胎 全都有 很多很多 还不是 对 不是说少数的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 自从我做了那个以后 我觉得那个医院 应该给我分红 很多 我很多朋友都去那边做 但你这个估计暂时你在国内还不行 国内是他有法律 好像就是如果你没有结婚 你是不可以做这种冷冻的 国内好像对这种代孕 动卵 现在好像还是管理 就是法律特别严 不是商业的也不行 你必须是结婚 要证明双方 对我也去问过 好像说那个金子银行 我说这个能不能借个金子啊 他说这个得是结婚 而且证明是没有办法生育的才可以借金子 我说你们俩都什么路子 一个动卵一个找金子 我觉得是很多一种可能性啊 给自己 因为到今天现在此时此刻你问我 我还是不想要小孩 但是我得给自己有一个 我有可能有小孩的 万一呢这人都会变的 你说你三十岁二十多岁怎么想 三十多岁怎么想 谁知道我四十五是不是那个 平平就不行 我打死都得咬一孩子那种人 真的很难说 所以你别看徐静雷这个表面上 大得咧咧的 对 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呢 实际上是很周密的 就是他老说 你看前有进路后有退路 他就是打算挺靠谱的 比如说如果是让我我就做不到 因为我总觉得有些决定做了 做了之后也许错了 那就回不了头 就不要回头了 也不要后悔了 我往往是宁愿这样想 我对自己没有像 像文章老师这么有信心 因为我是经过过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有过一想法 也想觉得是应该结婚啊生孩子 那是我认为我第一选择的路 到三十岁发现不这么想了 到三十五岁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真的不敢保证 就是而且我可以就是能不后悔 我为什么要有这个坚决的 让自己不后悔的这个想法呢 所以我先背着 但是所以我就发现呢 这个女人们之间想法差异非常大 你比如说我们讨论这事 一说徐静蕾这些方面 把榜样 但是呢有一女孩就说 她说我觉得这个徐老师 她要照我的想法实际上是什么 她肯定年轻的时候也是想结婚 主要是因为就说是遇到种种问题 比如说对这个失望了 然后呢好像给自己找个理由 说我就不爱结婚 我觉得不是 童年那小时候对我影响没有那么大 而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思想升华了 我现在反过从来想过去 真的就是其实是受什么影响 全是小时候看的那些小说啊 电视剧啊 就认为生活就是这样 连我爸我妈都没跟我这样讲过 我为什么有这种思想 全是因为看我们小时候是看琼瑶 琼瑶 我这家琼瑶 对类似那种 然后就给自己形成一个概念 我就应该是这样的生活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那个不是我的独立思考 是我受我的教育的和自己看 不是教育了 这个文化影响 对 对 所以反正 其实我觉得琼瑶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身经验的囚徒了 就我特别认同这句话 就是你看到这个未婚的女性和已婚的女性很难形成一个非常愉悦和友好的对话 就是因为双方都陷入对彼此生活方式的不满当中 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然后我觉得我才是幸福的 他就是个人都是个人生活经验的囚徒 我觉得尤其是对女性来说 或许反过来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比别人更不幸的 对对对 我反正就是一直我的言论 其实并不是不婚主义之 我是觉得谁自己愿意干嘛就干嘛 你想要结婚 你觉得结婚幸福 我就恭喜你 你去结婚 我也送你礼物啊什么的这些 每个人就过自己觉得高兴 没必要拿自己当一标准去评价别人 也没必要拿别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 肖文大人说 反正结婚不结婚你们都会后悔的 你活着就会后悔的 你临死前说不定后悔一生呢 他讲的我觉得特别对 我就是说生活是非常具体的 就包括世界上每一对男女之间 他们相处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要照我说将来有一天 男女充分解放了的那一天 都是自由的灵魂的那一天 你去看 男女一样还会有 有的是男主外 女主内 有的是控制与被控制 有的 你比如说我就挺希望找一女的有主意的 因为我要选择困难症 对吧 我买上鞋也得想三天 我就希望赖在他身上 什么真的 我特希望找一游 就徐静蕾这样的 不是 我是说 就是我希望什么事都问问这女的 我就是这样没主意的人 那么你说这里边 就你很自信 你敢说出这种 有些很多男人 其实没有你这个自信 他觉得不行 我都得扛着 其实心里也是你这么想的 他只是他没有自信这样说出来 因为他觉得我这样说出来 显得我弱 或显得我没主意 但其实又怎么了呢 你反而说出来 我觉得你这人超自信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奇怪 就现在不是说越来越多女性 选择过单身的生活吗 不止不结婚 甚至是一个 不不同居 是一个单身生活 我觉得大家都在把这个当成一个现象 就是也不恋爱什么 恋爱 但是不同居 或者不一定稳定的恋爱 那么好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那女的为什么不结婚 但我越来越觉得 其实真正需要婚姻的 我所遭遇到的人里面 反而是男人 我觉得 其实婚姻里男的是 是一点都不吃亏的 绝对不吃亏 而且是近瞻好处 我觉得是 我也这么觉得 是吗 不 而且是男人需要婚姻的 而且有调查 离婚的男的活的短 离婚的女人活的长 我是觉得如果 这女人还是得单身 我是觉得社会 其实这有这点上有点不公平 比如我会这样觉得 就是比如说哪个朋友说他要结婚 我是很祝福他的 我觉得这是不是结婚本身 而是说你觉得幸福 所以我祝福你 对吧 怎么到了我们这儿 我觉得这样幸福都不祝福我们了 全都说你怎么还不结婚 还有或者像你那朋友说 他一定是说过什么 或者是没有人跟他结婚 为什么全这样 其实这个反过来是对我们的不公平吧 我们都对别人很公平 你只要觉得幸福 你想干嘛就干嘛 邓文涛你叫几个女朋友都无所谓 除非我站在你女朋友的角度 你觉得王八蛋 你不能叫好多女朋友 谁 其实我们都尊重别人的选择 这样不行吗 就一定要用一个标准要求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甚至性别我不了解的 会不会作为女的 她会有那么一个 咱就说比如说怕老 男的我感觉不明显 就是女的 比如说到了四十岁五十岁 她会不会还是有一颗少女的心 但是呢她必然会看到 如果我跟一个蒋帆舟在一块 年轻漂亮在一块 男人们似乎看她的眼光 比看我多 街上的回头绿 这些对女的没影响吗 我觉得除非是你自己觉得美和年轻 是你自己最大的优点 还有你那个男朋友也好 老公也好 就那么肤浅 就认为那个年轻漫美才是重要 除非是这样 否则你不会 她还不光是一个老公或者男朋友 而是一个女的 我现在发现很多女的 她把这个评价标准放在 她希望所有的男的都对她行注目礼 周围 就像她年轻漂亮的时候 就像很多明星 她活得很累 对啊 这是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刚才想说的 就是谁绑架了我们 社会没有绑架我们 父母也没有绑架 我们自己在绑架自己 因为你活在别人的想法当中 有一点真的就是我记忆里 还挺惊悚的一个 就是就是画面了 当然这个我从理智上 很明显的这告诉我不应该这么想 但时间还这么想 就我之前也是看我的一个 一个一个前辈吧 他大概60岁 然后和他的这个 他是一个反正也非常体面 然后穿的也都非常的好 然后长得就觉得是一个 依然有这个性别特征 和有性吸引力的一个男性 然后他的太太出来的时候 就真的是一个老太太 就真的是一个你在公交车上 和地铁会让座的老太太 就是没有信息 就这个我当然知道这个理性上 我知道当然都很美 同样的年纪各个都美 但是就是这个感性上 那个画面 我几年前看到这个画面 给我非常大的刺激 就是说一个依然有 男生他是依然 你说他在交年轻的女朋友 他依然有性的魅力 但他统领的他太太 就真的是一个老太太 真的是你会去服务他 你怎么知道他老太太没有 你也不了解别人的性 我问你 比如说你在乎不在乎 作为一个女性 你对于异性的性吸引力 能不能一直保持在 很高的一个荷尔蒙或者水准上 我不能当一个准则 因为我肯定是不在乎 因为我是偶像剧演员出身来着 然后从小就受到 很多人那个 然后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样很累 我又不着全世界都爱我 我爱的那个人爱我就行了 其他人爱我 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 你拒绝人家吧 你还得特别小心地拒绝别人 对不对 多累啊 对 再抱不住 再抱不住 再吹一鬼什么的 更麻烦 对 因为你就又不能想着 不能伤害别人 你要尊重别人 对你的这份感情嘛 对不对 其实那样 其实反而挺累 但是 所以我不能当成一个正常的例子 你让我说 我肯定是觉得这样 我不需要 我爱的那人爱我 对我来说就把一百分 其他人都是累 对不对 他想明白了 但是你比如说 像他说的这种观念 方舟 你看你最初比他还小 你能接受吗 就是说我现在先玩着 我生孩子的事 我给我自己找条后路 我就觉得这是宝汉子不知道恶汉子鸡 就是对我来说 我还属于在两性市场 我刚刚也是还在被挑选的过程中 所以你让我想象一个已经是你了 我听你了 我听你了 我偶像剧的 两性市场 怎么这么想 这怎么像人肉市场 差不多呀 你不要这样想 真的 什么叫你被挑选的 挑选的 是你挑选他们 有几个能配得上你的呀 你想想 嘿 我出你的漂亮 他昨天多勵志啊 多震能量 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你今天坐在这儿 我没有任何理由想象出来 你认为你是被挑选 这是为什么呀 对啊 你好像是在等点灯鱼啊 对啊 你讲的 咱们干嘛那么自卑啊 真的还真的这么想 你为什么认真的这么想 而且我也想很好奇 你知道他常去相亲 对 对他是相亲史啊 对他喜欢相亲 对 你你你那么喜欢相亲 或者人家期待结婚 你有没有想过就以后 有没有机会会过单身生活呢 嗯 或者你觉得那是不可靠 非常有可能 就是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 我不我不畏惧这一点 但还是说这个 至少现在第一诉求是生孩子 然后呢 生孩子希望他童年 有非常健全的男性形象 不管这个是丈夫 还是男朋友 怎么定义吧 有健全和完整的男性形象 就到目前依然是 第一选择 但是也做好了准备说有可能 杂志采访我的时候 蒋方舟冒号40岁 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就也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 就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 所以就都可以 但是现在第一选择还是这样 这是我有时候经常会想不明白的事情 因为在我看来社会已经进步到2017年了 但是比如说他这么漂亮又自己很能干的一个女孩 他也会这么想 我真的会有点想不明白 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想体验生活 对 如果体验生活可以 还有很多人其实是为了怕孤独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伴侣 像你本身是一个作家 我也不怕孤独 你也不怕孤独 我跟你说有一个理由 其实2017年人还是变了 跟我们这个岁数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有点机会接触一些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当然咱们说女性任何事都不能一杆子打一传人 是我接触的一部分女生 我发现他们一般其实就是人活着都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就是说我什么行 我要有个存在感 对吧 这些一个班里的女生 你看出去一开始都奔事业 希望出人头地 希望能够干出点什么 但是他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就是说工作你也没找着 或者说工作也不怎么样 或者说迟迟没有成名成家 就是一开始现在的女孩倒也是父母独生子女培养 是想干点出人头地 但是出人头地这条路堵死了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有些人出现一个行为 就是结婚 就是你说的后有退路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 我事业是不成的 但是你看我结婚了 我这个功课完成了 或者接下来我有成果了 我生孩子了 他有时候好像是这么一个 就是有点像考试每个题要打满的那种感觉 对那个题没做好 你看我还有这一题 我也是你说到这个趋势变化 你刚刚讲那个你认识人 我正好是看到个数字 是这个天猫有他们的消费数据的统计 3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在网上购买大家具 装修工具的人越来越多 单身女人买大型家具 而且是装修工具 然后而且呢 他们个人旅行的评次呢 也都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 你以前你会觉得一个女的 她要结婚 或者要家有个男人 然后当然你现在这个 她可以有个退路 但是有以前很多情况 我们觉得她是不能够完整独立生活的 比如说你家具 你怎么装怎么样 现在不是 现在越来越来越多单身女人 她搞得定 然后比如说以前你会觉得 女人连出门 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 都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但现在她可以出门自己旅行 我觉得中国在变 中国真的在变 真的是 你老在美国 他们也就是聊 有时候我觉得啊 中国有些女性 其实你看她用这词啊 要叫我说她还是娇弟弟 但动不动说我是女汉子 对吧 那天我就跟一女的抬杠 我说你们都就是 说咱们的妈妈 就过去干的这个体力活 抚养一个孩子长大 她什么时候是女汉子 还有人说说美国那个妇女 有的妇女能跟男的一块盖房子 说他们也没说她是女汉子 我说您就自个提个行李箱上楼梯 你就 女汉子 就是 其实 她还是有点叫弟弟 她还是觉得这个事应该汉子来干 所以她自怜 但我觉得这就是你不对了 人家觉得自己是女汉子 挺高兴的 你干嘛要反驳人家呢 这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 对啊 就等于人家说自己 人家高兴 人家说自己 爬上了黄山 觉得自己上了长城是个好汉 你说那算什么汉子 你瞧着人家王鞋 上西马拉罗塞 这还当聊天主持人 我的天啊 哎呀 你这 很多男的女忏悔的 但是我是说啊 现在你看出现什么呢 我有时候觉得 呃 有些人讲这个男女的这个权利的时候 很多女的现在抱怨自己找着的是渣男 嗯 对吧 可是你看最近我接触两个案子都是这种啊 90后的就杀妻 动不动就杀妻 嗯 你看这个心理学家就分析啊 其实我现在就明白了 就是说咱也甭说男权女权 现在的很多家长教自己的孩子 嗯 要叫我说是教他做一个自私的人 嗯 对吧 就像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说我直男 哎呀我不承认 我可能有点直男严 但是我再进一步分析 嗯 我觉得我也不是直男严 我就是个自私的人 嗯 其实就是自私嘛 就想哎 你我有无限的自由 但是你呢 自由少一点 然后呢 你你你多刺我刺我 对吧 你你多为我牺牲 可是你看啊 过去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就是说 但是呢 她这种不公平 她至少 如果全社会都这样 她也稳定 但不得不稳定 但是到了今天 你就发现没有 二十三岁的一男孩 也是这么教育长大的 嗯 二十三岁一女孩 也这么教育长大的 嗯 这两口子掐一块 那就是针尖对卖王了 嗯 对吧 这个我觉得 你得把我当王子伺候着 那个你觉得 你得把我当公主伺候着 嗯 甚至父母亲都这么教啊 你得教一个 伺候你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 为什么现在很多女权 她受很多诟病的原因 就确实是因为 她要的这个权力太太多 和不清晰了 比如说这个高级点的女权 她知道这个要平权 那这个低低低 稍微低一点 这是男女平等 那其他就更低的 她觉得这个老公给我 买包包情人结果转520 什么1314 就是她觉得这也是女权 所以就变成女的 什么都要 那其实很多诉求 并不是基于一个 这个社会公平的诉求 是基于这个自私的诉求 但都被装在一个 女权的框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恰好 也是为什么 其实她不是女权 她其实就是自私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现在女权 最被诟病的一个原因了 那是对女权的误读啊 不能以这个为标准 当然那就是说 在就是怎么讲 这叫中华田园女权吧 就是说以这个更 就是因为要求的更清晰 我们才能更公平的 去看待她 当她所要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所谓女权 和直男癌的斗争 就太相互破脏水了 我觉得就是平等啊 我们并不是说 要求我们优于男人的权利 就是说我们各有各的优点 比如你体力好 对吧 我可能细心一点 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平衡 女权应该 但有一点 就作为人的权利的评论 就这么简单 对 最开始就是说 应该女权是从 有堕胎的权利开始 没错 还有投票权 对对对 这些东西 对 所以现在老板女权 我觉得妖魔化 好像女权就是我们要求 比男人还多的权利 绝对不是 根本就不是 只是对 只是说你有的权利我也有 没错 就这样而已 那比如说我问你 好比说你跟老公 不是老公了 好比男朋友 你们在家庭里的这个分工 会怎么有矛盾吗 一点矛盾没有 我就事先就说清楚 我永远都不会倒垃圾 我从小就恨倒垃圾 倒垃圾这件事 永远也不要让我干 那什么 以前就说好了 那行 她倒垃圾 你呢 对 我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不干 太好了 太好了 活出自己的精彩 我觉得人真的是这样 其实两个人的关系要存要停留在基本的准则是互相尊重 其实为什么很多关系 其实我们老说就是理所当然 你就觉得你女朋友就理所应当的应该照顾我 凭什么谁也不应该照顾谁 谁照今天照顾了谁都是给别人的一个礼物 你接收的人也要感觉到他不是应该为我做这件事的 但是他为我干件事我感谢他 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应该这种关系 不是说相近如宾就一定就是俩人就不好了 或者是 那就对了 因为就是要你也尊重我 我也尊重你 这种关系才能长期存在 而且这是一个基本的 难道你对任何人不应该从根本上尊重他的独立 跟尊重他的想法 尊重他很多东西 无非是说他的想法你不同意 我们太不一样了 那分手呗 没错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说女权出问题了 在中国 并不是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出问题 而是人出问题 是那些 有些人怎么样 他不只是误解 其实他就是自私 或者他不知道感恩 或者他有种种 自己的 对 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觉得其实有的就是 其实就是没有礼貌 就比如说 很多女性 他在网上说 我想睡 谁谁谁 我想睡 送中机 我想睡 谁谁谁 你换成男的来说 其实就很尴尬吧 但我觉得对于女的来说 他这样说也有点不礼貌 其实我觉得是 包括你说的自私 但你刚才说那个情况 今天之所以大家觉得被允许 是很奇特的 就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 好像觉得男人 如果在公开场合一起议论 这个女的身材怎么样 想跟她怎么样 觉得是一个很不得体的事情 反过来讲 女人们在公开场合 去议论 哎呀 我要跟宋中机怎么样 我们就觉得好像稍微能接受 为什么 这恰恰说明 在我的角度里面 是因为女性处于弱势 这就相当于在美国 我们看到 白人 如果一个节目 以白人为主的话 在里面公然笑话 黑人怎么样 那就绝对完蛋 但反过来 那种黑人电视台 一天到晚笑白人 是可以 为什么 恰恰因为她在弱势 哎 现在就是 有些人就说呀 你怎么看 包括现在影视剧 就说小鲜肉当道 那有的人就说 说小鲜 说你们说男的 什么把女人当一个肉体看 那是品位低下 对吧 那难道说 女的就可以把男的当个男色 整天这么来议论 甚至放在屏幕上来议议吗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拍有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给过我一文案 说什么鲜美肉体集中营 我当时看了那文案 就急了 电影剧本啊 不是 宣传文案叫什么 鲜美肉体集中营 那时候我已经两年休息 没拍电影了 我说这 我说你们这文案写的是什么 怎么那么恶心啊 他们说这是一个说法 现在什么就讲男生 是这样讲的 我其实第一反应也是 这有点对人家 也不是特别尊重吧 或者这词不好听 主要是 你要说他长得特别帅 特别酷 特别什么 我觉得也行 什么鲜美肉体 我每次看到这种词 我都觉得 我会觉得有点 挺恶心的 我觉得 是不是 是恶心 但现在我后来才知道 这词已经变成一个 好像很 没错 很通行了 对 什么小鲜肉 我也是真的过了一段时间 才接受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个这么说 其实对人家有点 我觉得很恶心 我总是听到小鲜肉 我总是联想到小笼包 对 人家也是一个 长得好看的男孩 你怎么就为什么 一定要管 就成了肉了 对啊 但是你觉得啊 通常过去传统认为 男的是可以仅仅 因为女人的肉体 对他有性欲的 女人你们觉得会吗 当然会啊 就是没有什么 内涵感情之类的 就纯粹就是一个 当然会啊 女人也会 当然会啊 我们女人也是生物来的 对啊 而且是欲望更强的生物 也会见欲望更强 但是一样的 都是有欲望 看到美好的东西 或者所谓性感的东西 当然每个人性感的标准 又不一样了 肯定是会有 你觉得什么样 可能的反应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我真的觉得教育好 朋友教养是一个 非常大的性感 对我来说 那是不是算性感 会打架的 哦 哈哈哈 为什么这么酷大抽身呢 他这个我还是小女生 对 我真的是就小时候就是班长 然后所以你知道 从小到大就是班长 就喜欢坐在最后一排的男孩子 坐在最后 然后我小时候其实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小时候特别 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我 我暗恋我们坐在最后一排 一个特别坏的一个男孩 然后有一次我过生日那天 谁都没告诉我 然后上晚自习 我在监督大家写作业 然后忽然那个我喜欢的坏男生 冲上讲台说这个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人的生日 然后我有些 有些话想说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 就整个那个所有这个粉红色的泡泡 全部都涌上脑海 然后你知道都准备好站起来拥抱他 他说今天是一剑联的生日 然后我们一起祝阿联生日快乐 真的 方先生 没关系 过去的事宜就让他过去 然后小时候喜欢我们的一个这个 小学的时候喜欢我们年级 就是这个黑社会大哥 那种小学时候的黑社会大哥 然后我的闺蜜是一个美女 然后那时候这个闺蜜老辈 这些黑社会大哥 跟踪放学回家路上 这闺蜜他就特别的生气 他就说那每次放学之前 我们换衣服 你换我的我换你的 然后呢 所以我每次就换上闺蜜的那个衣服 然后这个大哥就跟踪我 然后每次跟然后跟踪的时候 他就看到我正面就说 操了 然后就转身 所以让我的这个 责偶完全是伤痕心 你可以写伤痕文学 我可以写伤痕文学 所以你知道你看他说这个就说明什么 我就发现还是上帝说的对 不是坏事 耶稣说的对 就是你不要论断人 你要很小心地论断人 一个人呢 不管他持什么观点 什么立场 什么思想 什么男女关系 总有他你不了解的内情 对不对 因为很多女孩其实是喜欢坏男人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 我们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 我们小时候都是喜欢那种 刘德华演的小混混 对全世界都不好 但就对我好 对不对 其实女人是有这种 有一点这种 然后骑个摩托车把你带去拿 因为小时候让他留着鼻血 跟谁斗打架 然后但是就对我一往情深 大家说帮他拿着衣服盒的手机 据说这也是基因里的一种力量 就是说他过去啊 这个人类他需要对一些个爱冒险的 爱出圈的 爱打破这个习俗的 打破这种这种清规戒律的 因为他可能蕴含着人类进步的可能性 对文道老师 你觉得这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征服欲吗 就是因为他很坏 所以他很难被征服 那如果被我征服了 那就是成就的人都坏 我觉得是的 我觉得是的 所以谁都有征服谁的权利 是不是 男女都一样 先征服自己 来来来 谢谢